20跟30的最大功因素 那这两个最大功因素 这两个最大功因素 如果我给它之后 那我怎么样求出这个最大功因素 那最大功因素其实实际上 这个应该在小学的时候已经有讲过了 所谓的最大功因素 应该小六的时候的那个 这个题目了 那比如说我今天要找出那个最大功因素 比如说18跟24的最大功因素 那它有功因素也有最大功因素 那功因素你会发现18它能够整除的 有这一些 有这一些 然后呢24有这一些 那我要怎么样求出它最大功因素 就是说它能够被整除 这里面比如说这个6 6是它们两个 那所以你会发现最大功因素就是6 因为它能够被整除里面最大的那个 那个因素 功因素就是最大功因素 那用这样的逻辑 我们假设要写成这个 呃程式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一些技巧 就是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用坏尾回圈 那坏尾回圈我们可以先设定以下 就是说呢 条件就是说呢 当 当B不等于0的时候 也就是不整除的时候 然后呢就进入回圈 那我要做什么事呢 第一个就是说呢 我们先求余数 也就是A 好 跟B 相除之后 余数是 我们就给这个TEMP 那TEMP预设值是0 就是 那给它之后 接下来两个之间再交换 将除数跟配数两个之间做交换 就是把B 的值给A 给A之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TEMP 就是说呢 它的余数呢 再给B 那两个之间 就是等于是 把余数给B 把B给A之后呢 再做一个除 除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会再得到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之后 再来跑一次回圈 也就是最后的结果 一定要B 最后的 就等于0之后呢 就跳开这个回圈 那这个部分的话 就可以求出我们的这个 最大公因数 这个是一个回圈的方式 那我们来看一下 结果 比如说我今天20跟30 它 得求出来 它们两个之间的最大公因数是10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这样的跑起来 有点不是很清楚 我们用除错的模式来看就好了 除错模式里面呢 第一个我们其实step by step 看它的值的变化 会比较容易理解 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 temp的这个地方 是一个中断点 然后呢 我们再按除错模式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它这个地方现在预设值 因为我现在给它的值是 分别是 A是20 B的话呢 是30 temp的预设值就是 好 接下来的话呢 我跑第一次回圈 第一次回圈之后 你会发现 A跟B颠倒 然后temp因为除完之后呢 余数 余数是余20 所以呢 我现在把这个 这个值颠倒过来之后 再跑一次 好 那你会发现最后呢 这个B跟temp呢 是相等 相等之后的话呢 那相除之后 好 最后就跳过来 因为相除之后 最后余数就是0了 0之后呢 跳出来 我们就可以求得 刚刚那个数字哦 最后结果 A 就是我们的最大 就是最后 把值传给A之后呢 就可以得到最大功因数 好 那这里的话 我想 它的概念哦 基本上就 像我们刚刚这边所提到 就是我们只是说 做一些资料的交换 然后呢 最后取得 我们最后 应该要取得的这个 因数 那除了这个题目之外 其实你们可以算一算 这个是小六的题目 小六题目里面呢 其实你们等一下可以 可以想一下这一题 如果把45个苹果 81根香蕉 平均分装在一个果栏内 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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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 每蓝水果 树木要相同 请问 最多可以分成几个果蓝 好 那其实也是最大功因数的题目哦 这个部分的话 我想你们可以试试看哦 先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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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